從暑假的訓練就開始 那這個60週年呢 跟往年的校庭有一點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這幾年 一直希望說在透過音樂 除了到雙語 一直到希望說透過不同的展演 能夠讓學生發揮 除了音樂之外 在音樂之上 在戲劇、舞蹈、在歌唱 在想像力、創造力 這個空間裡面 能夠讓他們盡情的去發揮 希望透過音樂的教育 然後讓他們能夠在未來的人生的路上 不只是在音樂上面 可以在人生選擇的任何一個路上 都能夠去秉持這個 在樂團的精神 能夠去發揮在各個各行各業上面 讓他們未來都能夠當作是 每一個自己崗位上的領導者、創新者 那今年呢 60週年的校庭 我想光然的校庭 跟一般學校校的校庭音樂 會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當然我們不能跑開傳統的音樂教育 所以他們 從暑假馬上開始的集數 暑假已經開始的集數 就已經在訓練 五點樂曲 上半場就是樂曲了 那我必須要說 這些樂曲的難度跟程度 真的都是非常具挑戰性的 然後在接下來的規劃中 在下半場安排了他們 在歌舞的部分 除了透過演戲唱歌跳舞 把光仁這60週年的歷史 做一個回顧之外 也是把光仁接下來的下一個甲子 我們所使用的展望的未來 能夠透過這個展現出去 然後呢 那孝親約會結束 兩天後 我們出發 前往歐洲 進行我們的尋根之旅 60週年 從比利時 來了一位神父 一個年輕人 滿懷了理想 跟即將畢業他們一樣 滿懷了理想 來到一個完全不知道的土地 然後 扎下了這個種子 然後讓光仁可以從 那個時候到今天 那我們代表的同學們 回到了這個聖母聖心園 看到了這些 曾經為了 這個 他們的信仰 為了這些 跟他們完全無關的 這些不同世界的人 一起 一起努力過的神父 然後幫他們退休之後 回到養老院去那邊 我記得 我帶神去的時候 我很感動 因為我看到很多神父在裡面 都已經年事已高 然後 當這個校長給他們支持的時候 每個麥克風拿起來 都是講一口好中文 讓我覺得 哇 原來你們都是在 這個 這個 台灣服務過的神父 然後 當然我們 在這個過程中 也去參訪而來 也去帶他們去別人很多地方 那這個 在這個過程中 我身後的這一群 每天 每天除了 課業以外 腦袋裡 非常清楚 大概 大概跟大家形容一下 上半場 有弦樂團 有管弦樂團 然後還有跟光中 光小聯合的樂團 下半場 有三段 有opening 然後有這個 不同的內容 我們有取名字 四個不同的 然後參與小朋友都不一樣 所以他們會隨時接到 導師或者是音樂班的 這個一通電話 下去就說 來現在請那個 上半場 opening的同學 到舞蹈教室集合 然後他們就會 誰就會知道自己要幹什麼事 那等一下那個第三節課 我們要排練上半場的第三首曲目 然後誰會知道要去拿什麼 然後到了後半段 這開始 歐洲 因為我們去的好多不同地方 我們要去參訪兩個小學 那因為小學的地方不夠大 所以我們有把弦樂跟管樂拆兩組 弦樂去派一個學校 管樂去派一個學校 所以歐洲又分成了 歐洲弦、歐洲管 歐洲管弦跟歐洲弦樂港 四個不同的曲目 然後呢 在他們心中 大概 我們先不要講演戲的內容 最少三四套曲目 在他們放在裡面 然後我們隨時都是這樣 歐洲管 來請到合作教室 歐洲弦請到那個 那個研究院 然後馬上就會有官場做到這些東西 然後所有呈現出來的成果 我想各位都已經看到了 都已經 不管在小新音樂會 能夠展現出來的 我覺得都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 驕傲的一群 是不是藉由各位的掌聲給我說話 那我想這個 最近最好的唯一應該就是四校聯合音樂會 這個 這一直是光人我們每年很期待的事情 雖然很短二十分鐘 希望能夠展現我們多年來的培訓 然後能夠在這個短短的過程中 讓不只是我們光人的家長覺得 把小孩雖然光人很驕傲 我們也希望讓其他學校教你來看一看 在我們多元化的教育之下 我們能夠呈現出的不只是好音樂 還能夠呈現出在音樂之上更多的呈現 更多的在藝術裡面能夠呈現出來的東西 那當然四校聯合除了這個 有隨隨的古典音樂以外 我們通常都會來一點這個不一樣的東西 那今年最有唯一的就是 這是什麼柯南 大家還記得柯南嗎 這個柯南呢 其實是我當初設計給六星同學 在今天要表演的 當初後來發現這個曲折他們很喜歡 那個五星四星的同學都 那個說怎麼只有六星可以 後來我們在六星同學的同意之下 因為我想說我一開始為了你們設計的曲目 他們非常大到 都沒關係 我們四校聯合大家一起搭 結果在四校聯合得到非常好的維繩 然後我們今天呢 也要再一次的 由我們六星的同學 原本設計的這個六星同學 來再一次為大家呈現 這個柯南 也做我們這個小樂團的這個最後一首曲目 然後 在此也代表這個 管弦樂團 謝謝所有家長 校長 學校老師們 我一直都給老師們 校長找很多麻煩 然後一天到晚再想新的idea 感謝你們的支持 我想沒有你們的支持 學生們沒有那麼幸福 可以享受到這樣的教育環境 得到這樣子 這麼豐碩的成果 同學們 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要 你們來幫忙